哈囉大家好 在運動比賽中 有時候會有令人出奇意料的事情發生 我們也很幸運 現場有許多攝影機拍下這些過程 今天帶您來看一些不恰當時刻 一開始我們來看這個網球比賽的發球 結果球直接命中對手的要害 發球選手人也很好馬上衝過去道歉 我怎麼覺得是我在場上的話 肯定要把拍子放在重要部位保護自己 接下來是這位女性球迷 為了要跟歐洲國家盃的冠軍獎盃合照 居然把自己的衣服脫掉 想要拍一張全裸的合照 怎麼連雨傘都來了 我都還沒看清楚耶 再來則是MMA綜合格鬥比賽結束後 一堆舉牌女郎過來與選手合照 哇這位選手居然直接跟舉牌女郎打擊起來 而且一開始舉牌女郎好配合啊 反倒是其他女郎嚇了一跳 再來則是完全不同的穩 一場拳擊比賽前 兩人通常會互相瞪對方 誰知道這位人兄居然是偷親對手 下場就是被偷襲一拳 哇這位足球員 居然偷摸女裁判的胸口 女裁判馬上發現 雖然他笑了出來 但這恐怕要吃性騷擾官司了 接下來這個就好笑了 一名男球員被半倒 結果裁判居然不吹犯規 倒在地上的他相當生氣 不然他來半倒裁判好了 好笑的是 這名球員還相當驚訝 怎麼裁判會跌了個四角朝天 又有球打到重要部位了 這次是由他爵士的後衛 打了我們Mitchell 他防守的時候被吹犯規 當他還在抗議 為什麼被吹犯規的時候 球這時候掉下來了 打到他的要害 早知道 就不要抗議了 看到之前的足球女裁判被偷摸 這次換棒球員了 紅襪外野手J.D.Martinez 在外野撿球的時候 一次重心不穩 手伸出去摸到這位女球迷的胸口 他也嚇了一大跳 哇 接下來這球也是很少見 一名籃球員進球之後 大肆慶祝 用力揮拳 結果後方的裁判被命中倒地不起 但是至少他沒有故意半倒裁判 再來是拳擊比賽前的過棒 兩名選手的其中一名 帶了自己的小孩到台上 沒想到自己的兒子 居然想要攻擊對方要害 而且拳打腳踢 看來在家裡有排演過喔 最後我們來看 女記者訪問 剛從格鬥中勝出的選手 訪問結束後 女記者突然被搶吻 他也相當專業把訪問做完 甚至還說Thank you 但是後來 反而告了這位選手性騷擾 哈 最有應得啊 最後我想問大家 你在運動比賽中 還有看過什麼 令人覺得不恰當的行為呢 歡迎留言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